韩风刺骨 大家好 我是乐乐爸爸 今天又来机场送一趟活 今天早晨从这个家出发 接着这个群里的一个客人呢 来机场 现在这个机场的活是真难干的 看到我身后了吗 绿灯都是出租车呀 现在真是无奈 机场的活真不好啊 大家看到了吗 一眼望不到头的这个小绿灯 延绵也有一公里 往那边看 那个方向 就那边都是啊 现在趴一天活 真的下不去啊 大家可以看啊 今天的温度比昨天暖和一点 零下19度 但是你看每一个车的车屁股 这个车屁股就能看出问题了 每一个车屁股都没有这个热气啊 说明啥呀 就是说大家都不舍得打这个油啊 刚才我看有几个车打油 是什么情况 就是两个人 载一台车 你打一会儿 你再上我车打一会儿 这个又能解决了寂寞 聊聊天 又能省点油 你看每一个车屁股 都没有这个着火啊 就是现在活难干 大家都不舍得烧油 虽然说现在这个不是烧油了 是气 但是就说明还是挺挺艰难的 老百姓没有钱 都不打车了 没发现吗 每个人都不打车 这个车现在出租车这一块儿 挺难干的 你说你送一大活吧 能挣个八九十块钱 但是你要是空跑回去 这个还合不上账 就得在这会儿等活 你说这一等的 有的时候就是一天的 发现这个机场啊 这两天 这个客流量 也明显减了很多呀 不知道啥原因 人突然就少了 把这个出租车 和这个网约车呀 电招车呀 足时的就是说 这个伤了一把呀 你看我走这么远 走了很远 这车 饭还没吃上 太心酸了 每一个出租车背后啊 都是一家老小 都是等着吃饭的 今天的人呢 明显减少很多呀 大巴车现在就是说 生意还是不错的 很多 带大家在这个角度 再看一看啊 现在有的这个出租车呀 真是耐不住了 有开始想加三是吧 就是 真是 等的时间太长了 看看延绵不绝 我实在走不到头了 太远了 太远了 这就是一个 真实的一个状况 你说有钱人现在多吗 也挺多的 但是 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哎呀 更多一些 以前那个电招车 和这个出租车是一样 排队 也排很长很长 现在你看电招车 一共就20多辆 电招车贵呀 车是 外头太冷了 今天下了一天的雪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1月27号的 2点04 进屋 这时候我就觉得 人呢 还是学会知足 知足常乐 就是说你现在还能吃饱 你吃的是啥 还是应该知足 因为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 虽然说 我说的有点过激 但是还有人比你太难 太苦 但是他们也咬着牙 坚持着每一天的生活 今天我看到这个出租车 很长夜 说排队排到很远很远 换位思考 不是在这个处境 都在坚持 生活的压力 为了这个家 多挣一点钱 在那里 寒冬腊月 不舍得开火 两个大男人 在你车顶待一会儿 在跑我车顶待一会儿 互相谦让 然后呢 互相取暖 就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 你比较一下 很多困难都不是困难 真的 那还是应该都积极向上吧 家家对我们难念的经历 对不对 每一家都有我们一家的难处 看一看他们都不容易 有的时候你就想了 还有啥过不去 对不对 家家不都这样吗 还得乐观积极面对 可是我昨天 那个喝了半瓶啤酒 本身我就不算太会喝酒 然后那个 喝了半瓶 还剩半瓶 气都快没了 喝一点 然后就睡觉了 就现在凌晨呢 不过呢 就有点过劲 要是不喝一点酒了 我觉得 我要失眠了 睡不着觉了 我把这点酒喝完了 睡一觉 今天 挣了将近200块钱吧 到底遗憾啊 今天那个车袋炸了 但有这个 临时打气 要不坏 闷到人 我就觉得啊 人善良点 比如说 运气也不能太差 别做恶事 对不对 这时候呢 能帮人就帮人一把 关不上呢 咱也别坏人家 对 我就觉得是这样 明天 还得给孩子做饭 喝一点 就睡觉了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